上海打砸服装店事件升级 打人男子身份被扒 已被刑拘毁不当初 近日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名男子进入服装店后 二话不说就开始砸东西 态度十分嚣张 店员直接被吓得当场辞职 据服装店店员表示 他这家店才刚开业八天 也没有与任何人有过纠纷 实在是不明白对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监控画面显示 1月25日下午3点左右 一名身穿黑色棉糊的男子 双手插都大踏步走了进来 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这个店不要开了 说完就上手将衣架全部摔打在地上 店员当时就懵了 为什么呀 你是谁啊 你说关门就关门了 雷浩该男子威胁店员赶快打电话给某人 说他知道怎么回事 快点起来关门某人 哎呦 哎 哎呦 哎呦 见对方来者不善 店员赶紧拿起手机进行拍摄 店员没有按他说的做 改男子恼羞成怒 企图将桌子被掀翻 奈何没有先动 店员在拍摄他 便一把将手机给扇飞 店员最终被激怒 站起来跟他理论 结果被对方狠狠扇了一巴掌 店员最终选择了报警 在等待警方处理的过程中 店员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迅速出场热搜 看过视频的网友无不愤慨 究竟是怎样目无法记的人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店铺 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收保护费了 不少网友自发艾克伤害警方 一定要将这个寻衅滋事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被打的店员表示 本来店里面有两名员工的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 其中一名员工被吓得当场辞职 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关于该男子打砸的原因 网上也是众说纷纭 有说是同行玩到事的 也有说是该男子跟着家店的老板有纠纷的 就在大家都等着看后续的时候 处理结果终于来了 1月26日 红坡警方连夜发布通报 将此事的前因后果调查了一心二处 打人男子王某 46岁外地人来上海做生意 在该商场内经营某品牌服势 生意一直挺好 可最近他发现 原本为其供货的品牌商 居然也在这个商场开店铺了 而且还是执意店 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意了 于是上门涨势 也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由于王某推倒店内的货架 导致衣服受损 还动手殴打店员 因此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 这下好了 不仅不能在家过年 还要赔偿给店员医疗费 护工费 精神损失费等等 一切必要的损失 还有被损坏的义务等 真是不敢相信 这都2024年了 居然还有人能干出这样的事 你如果跟品牌商有合同纠纷 要么就去协商解决 要么就去仲裁诉讼 跑去店里打人家店员 算怎么回事 只能说冲动是魔鬼啊 那么大家对此事 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局创所预言 我们下期再见